早期市场的那个产品的需求 大部分仅限于 市面上可以购买到的标准品 但是最近几年 客户的需求多元 造就出来我们现在的客制能力 这是我们的强项 所以说我们因应这个市场 我们也增加了很多开发设计人员 就应付各地而来的订单 我一直认为说 一个企业要生产 除了说标准化 要有能力供应厂商 第二个就是说 客户有特殊需求的话 你要有帮他有能力去解决问题 其实佳赫成立以来一直的核心使命就是说 替客户提供一战式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过往我们都是外包为主 但多量少量的情况之下 外包其实在品质控管或是交期上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这几年我们陆续导入许多高阶的一些机台 车席复合机 那我们的用意就是缩短这个多量少量的一个交期 那但是当我们案子越接越多 再加上我们本身的量产品 我们又面临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整个生产排程困难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数位系统的推动上面 我们持续导入一些系统 来帮我们解决生产排程的状况 譬如说我们导入低连网 基连网 然后我们导入了APS的生产排程系统 这就是为了要让我们的产品 在生产安排上可以更加顺利 那同时满足客人对量产品跟客制品不同交期的需求 因为少子化的关系 加二经济就发现说 未来的自动化生产是一定的趋势 那所以在好几年前就早于同业 发展出了一系列关于车床 以及洗床相关的特殊夹头 来辅助自动化生产 那我们这些夹头的主要特性 是它有内建的细密捡持的功能 在机械手被自动上料的时候 去侦测到说 我的工件到底有没有确实的夹持在夹头上面 那这部分可以达到说 工厂完全无人自动化生产的作业 加二经济未来主要 设计部份有三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 在ESG部分呢 我们产品能够做到的是 在现行的一些气压 以及油压源的能源 让它效率化 让我们产品在运作的时候 可以不用花费到那么多的能源去使用 那第二个方向是呢 我们要内建 智慧感测器的油缸跟夹头 我需要知道说 我的机台它的生产状况 它里面的参数到底是怎样 那透过这些内建 感测器的产品呢 我们可以随时监控到 这些产品本身的生产参数 那以达到说 我要预先保养 或是说 产品品质 一致性 稳定性的好处 那第三点呢 同步延伸到 洗床方面的 夹持制具的使用 例如说 大型的洗削 夹持制具 或是说 中小型的多连型的 气压 油压夹头 那它会有内建的隐藏管路 然后还会有 工件定位的确认系统 这次展出的产品是我们 所谓的 全密封性 滴保养性产品 那这个夹头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发现说 在主爪的两边 以及侧边呢 都做了 全密封性的设计 那这个设计主要好处是说 可以避免 我们加工时的切穴 进入到夹头内部 造成夹头损坏 延长夹头的使用硕命 那 特别适合住件 以及断件的干式加工 我们这个产品叫做 斜器式同步夹具 那这个产品呢 我们的主要特性呢 它可以用 气压或是油压 去当动力源去 加持我们的工件 所以你的 动力源就比较有弹性 设计上 特别的轻薄短小 所以说我们可以在 相同的洗床 工作台上 放置多组的 置具 然后一次加工多样工件 提升工作效率 我们这个产品叫做 大孔径智能化气动夹头 为了符合我们 未来工业4.0的 发展需求呢 我们在我们的气压夹头里面 设置的 无限气压侦测系统 那它对于 气压的设定值 以及它的准确值 设定是非常轻松简单的 而且它可以随时去 侦测到说 脚头里面的气压值 到底有没有施压 提出一些安全的机制 确保你加工的安全性 以及你生产品质的稳定性 面对更高效更智慧更永续的几个趋势呢 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努力 在生产管理上面呢 我们这几年导入数位系统 那目标呢 就是要提升我们的生产效率 由于有这些系统的导入 我们资讯的传递更及时更透明 可以让现场单位的每一个员工 他们知道 什么时间点该做什么事情 这个就是一种高效的表现 可以减少他们失误的机会 同时提升工作的一个速率 那在更智慧这一块呢 其实这几年我们有注意到这个趋势 所以我们也开始 在我们的产品上 整合一些感测器 譬如说我们最新推出的这个 气压脚口整合气压感测器这一块 它取代原本传统的机械式结构 它带来的结果是更灵敏 那这样的一个参数呢 可以更及时的提供给我们的客人 去有效掌握机台的状况 提升他们工作的一个良率 那在更永续这一块 我们也开始呢 在厂内建置太阳能板 那同时呢 我们也在我们的电源监控这一块呢 做了一些努力 我们开始建置一些 电源监控的一个系统 那目标呢 是希望可以更了解 我们厂区整个用电的消耗 那这个资讯呢 对于我们未来 在做生产管理安排上面呢 可以提供更大的一个协助 我们现在在做生产管理安排上面 就要做生产管理安排 我们的经济